曹云冰 你怎么会在这儿 醒醒 醒醒 你不会是觉得沈大哥要害我 所以就在这儿守着要保护我吧 你这个人脾气是不好 蛮好又不讲理 那还挺可爱的 是 谢谢 阿正 早啊 向小姐 你出来得正好 将军请您过去一趟 说是您要调查的事有进展了 这么快就有进展了 请 走 沈大哥 夏琳 阿正已经跟我说过了 是不是将军恋的事情有眉目了 将军恋的事情倒是没什么消息 不过我倒是查到了一些 关于夏将军当年突然消失的线索 当年发生什么了 还要劳烦你同我出厂一趟 我们去见一个知情人 好 我去叫曹燕斌 等一下 我觉得夏将军的事情还是 我要叫曹兄弟妹好吧 是这样的 曹燕斌之所以跟我来这儿 是因为他要去一个叫 卢花鼓楼的地方 而我爸爸的将侠里 有关于那里的线索 我们要一起找到将军恋 然后把它打开 是这样 但是我看曹兄弟 好像对夏将军颇有威慈 此时又奢复到夏将军的一些隐私 如若曹兄弟知道太多我爸 会徒增争端的 他确实脾气有点暴 我也不想再跟他吵架了 那好吧 我们一起去吧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一起走 我 这个笨蛋 真的给我盖毯子 不知道把我叫醒 气死我算了 站住 夏琳在哪儿 我不清楚 少来 我已经把雪凌轩翻了个遍 夏琳跟沈云青都不在 说 他们俩到底去了哪儿 将军 将军似乎是带着夏小姐 出城了 出城 具体在哪儿 将军刚刚来取马的时候 好像说是 是西边 其他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好 沈云青手下的话不能全信 万一他骗我 害我跑错方向 再回头可就来不及了 可不往西去 又该往哪儿去呢 没限注啊 没限注啊 对 夹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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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夹子 放了 站住 不夹子 给我 不是夹子 不是夹子 不要夹子 你不夹子 别夹子 你不要夹子